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谢谢 好 那再见啊 阿诚 好 再见啊 阿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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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戴伟 干嘛要出去啊 哎 戴伯静 你 刚才那个人是谁啊 我一同事 怎么了 我没同事啊 你一个同事 谈什么事情 能到这里来谈呢 有 我谈什么事 还得跟你汇报一下啊 可我都能看得出来 你们两个的关系 简直太亲密了 这事你都看出来了 我这大眼睛是和明锐的好不好 你和我说话的时候 从来没有这样笑过 你和这个男人说话的时候 你的两只眼睛 比平时都要亮了 就好像充电了一样 你要不要告诉我 他 是不是你的男朋友 你想什么呢你 那是我们主任 苏教授 今儿他跟我聊 我那书出版的事 我特高兴 那我觉得我就放心了 你放心什么呀 我 我 我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不是 你不是 辛辛苦苦地 写了一年的书吗 终于能出版了 我太高兴了 我要向你表示祝贺 谢谢啊 那以后为了这件大喜事 我要好好亲亲你了 成啊 言为定啊 好 行 赶紧黄去吧 那赵金 再见啊 拜拜 晓晓 你放心啊 接点小货把我伸上了 我师父的菜馆 还有你小姑求的我 今天还能做一顿 这个活儿 你不让不干 我倒不答应啊 你说 这位生生的小馆啊 把咱俩这大咖 都给请过来了 真有点这高舍炮 打蚊子的意思 还真是啊 不过你说这大周五的 这一个吃饭的人都没有 你们俩啊 来来来 屋里坐 屋里坐 来 屋里坐 来 屋里 你俩今天不上班啊 三嫂 三哥 这饭馆收拾得太棒了 好啊 你们的富人也是以前的富人吗 不就是以前的吗 这不小李小珍吗 不认识了 他们比过去漂亮多了呀 你俩今天来干什么的 我大爷把饭馆盖成了他的中价菜 我一直想过来吃一顿 可惜直到今天我才有了机会 合着你俩就是来吃饭的呀 开的意思好像是 坐 坐 坐 是晓晓说的 今天保证能让我错一顿 我的这顿饭我都没吃早点 我 这大卫比女孩还馋 一听吃的 那双眼发光 满脸馋下 太棒了 三哥 把菜谱拿过来 我要点菜 不需要饭馆别在这儿了 别 师傅 大卫 坐 坐 坐 你要菜谱啊 来 我这儿就这个 这样的菜谱我还真没见我 这不就是说乡乡的道具吗 六道冷拼 八道热菜 还有四甜点 四肝果 好啊 大爷 这不就是您说的满汉全席上的菜吗 你小子记性还挺好 没错 我的菜啊 基本上都是从满汉全席那儿变了来的 都是它 行 大爷 您招着这上头的东西都给我们上吧 上 上什么上 上菜啊 这下边的东西我都想吃 感情 他们俩是跑这儿来吃饭来的 爸 戴伟为了吃您这顿饭 连早点都没吃 疼着肚子挨着 来 我今天很饿了啊 你这顿饭 好好地给我们做 必须让我和晓晓吃得很满意 对 今儿啊 您得好好伺候伺候我们俩 要不啊 我们可就不伺候您了 这九零年的辣费啊 比八八年的价格便宜 但是口味一点都不差 我对红酒也有点研究 不过这么好的酒还是第一次喝 柳哥 你喜欢我送你一些啊 可别 这可太贵重了 我承担不起 对不起 我是不是 是要当你自尊了 没事 跟你们这种人打交道啊 我都习惯了 张靖 你今天好像 不太高兴 是不是遇到什么烦心的事了 你说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一种人 能够堂而皇之地占用别人的劳动成果 还能做到心安理得 你的学术成果 被别人分享了 跟你打交道也太可怕了吧 为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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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 我在你面前就是一张白纸 因为你看得透透的 这很正常啊 毕竟我比你年长几岁 也许你经历过的事 我也经历过 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 就说给我听听 我写了一本书 马上就要发表了 可是我们系主任苏教授 拿过去这么一改 居然他就成第一作者了 我明白了 你觉得这很不公平 因为所有的创意 还有努力都是你做的 没错 他只是做了那么一点点修改 就和你并列为作者 而且名字还在你前面 我就这么想的 张静 我跟你说 在我刚刚创业的时候 我为了一单业务 我是没日没夜地去跟他们磕呀 我那会儿一个晚上 只睡三个小时 而且经常忙得连饭都吃不了 就这样我连续 一个半月 但我终于把这个业务谈成的时候 我上面的经理 却把我的功劳 全部揽他身上的 我连名字都没有提过 不是 他怎么能这样呢 没想到 你还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 那 那你是怎么处理的 我什么话都没说啊 你就这么忍了 我不忍又能怎么样啊 以我当时的地位和能力 我要跳出来跟他去争 那无疑是以卵击食啊 毫无意义 最后受伤的肯定还是我 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有句老话 吃亏是福啊 辩证法也讲 什么事情都有两面 如果这个方面你吃了亏 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 你这个谢主任他会在别的方面 回报你呢 到底是商人 所有的思维都是利益交换 人要学会顺势 不要逆势而为啊 听军义学话 上读十年书 佩服 来 我敬你